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開會處理由泛民提出的 97項有關議事規則第91條的決議案 等議員可以在下星期三立法會大會上調動議程 以押後討論修改議事規則的議案 不過會議未進入討論 多名泛民議員已提出多個規程問題 當中主要質疑有關議案無需通過內會的同意 都可以提上大會處理 即是跌落到你的圈套 你的圈套是說 其實大主席有權去殺你這個91 或者內務委員會都有權用多數票去否定這個91 我認為是沒有這個道理 因為我們已經按照預告期 在12天整天前提出 主席沒有權去否定我們這個91的決定 而是直接交信大會討論 而內會主席李慧琼解釋 有關做法是參照過往的慣例 在取得議員的共識下先提交立法會主席作決定 又說如果內會有不同意見將會作投票決定 令到場內氣氛一度升溫 經過一輪爭 李慧琼提出表決處理 再次引起泛民議員的不滿 會議一度暫停五分鐘 李慧琼隨後決定不作表決 並正式進入議程 泛民認為有關議案必須交由大會討論 以確保議員的提案權 而建制派就擔心 如果有關議案決定交由大會討論 會造成新的拉布方法 至於內會法律顧問就重申 立法會主席將會視乎議員的議案是否符合規程 並參考過往的做法 才能夠裁決有關議案是否能在大會上提出 Live TV記者楊卓文報導